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请勿在场内喧哗 奔跑及大声喊叫 也请不要在出入口及走道逗留 您的安全是我们的优先考量 在开始享受精彩的比赛之前 请注意以下的安全相关讯息 馆内紧急出口位于座位后方 本场所设有火警警报及紧急广播设备 若有紧急事故发生时 请留意广播讯息 并依照现场工作人员的逃生指引进行疏散 如发生火灾时 请立即通报工作人员 并且到现场灭火器摆放的位置 取得灭火器进行灭火 灭火器操作方法介绍 提起灭火器 拉开安全叉烧 拉起皮管 朝下火源根部 压下手压柄 左右移动皮管 扫射接近火点 依据烟害防治法规定 本大楼全面进烟 感谢您的配合 我们希望您尽情享受 暴雪电竞馆带来的精彩赛事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 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如实战绩台港的精英赛第二季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吉 那今天要来到今天八强精英赛的第二天赛程 那在比赛开始前呢 我要先跟大家报告一下 昨天落败的NEO选手 由于个人的因素 所以弃拳接下来所有赛事 那将由对上他的扣北选手 直接进行到败者组的下一轮 那今天总共有三场BO5的赛事 第一场是由Yusik要对上Breeze Charm 第二场则是由Tommy要对上香菇先知 那第三场则是由今天的众头戏 由大哥Town60229要对上二哥拼拼后 那么现在我就直接介绍选手出场 在我右手边掌声欢迎Yusik 好在我左手边呢掌声欢迎Kris Chung 好那再一样哦 在比赛开始前 因为双方应该都是非常熟悉哦 那有没有什么话要对你的对手说的呢 没有啊就最不想遇到的就在这里遇到 因为是不是因为一个人输了可能就要回去了嘛 对不对 对那你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因为你也对他非常熟悉嘛 就大家都加油啊 要不要再有杀气一点 因为你们两个只要谁输了这一次 就直接离开这次舞台了 要不要再说一些比较激励的话 我是没什么关系啊 是因为上次党方冠军了吗 OK好那双方握手就做 好谢谢 那现在呢比赛即将开始 我们将我们的画面交给专业的主播台 欢迎来收看台港澳精英赛第二季 我是主播罗杰 我是赛平志九 什么 没有 我们今天要各位带来的大概三场赛事 然后以下等一下会先Cue我们的那个赛声表 所以我们要先看一下赛声表是不是 对我们要先看一下赛声表 第一场对战是那个吗 Yushik打BeastChamp 对 然后再来就是 再来就是香菇剑是对上Tommy 然后第三场是60229对上二哥拼拼后 对那我们众所期待应该就是60229对上拼拼后吧 嗯对没错 然后我们等一下会进我们的奖 这次赛事的奖励图 这次赛事的奖励其实蛮丰富的 是 5到8名有1万块 就是一开始就算淘汰也有1万块嘛 然后3到4名有4万块 第二名有8万块 第一名有10万 是 就是这次其实 呃这可以鼓励蛮多人说 可以多多去争取积分 然后打这次的台港澳精英赛 对啊 就像上次我也有打 但是这次就没办法打这样 对啊 我们其实默默地看着台上的大哥跟二哥 其实是颇尴尬 他们都 都会私底下笑我们说 诶 我们的积分好像不太够诶 就他们会一直嘲讽一下 说我们春季赛来都没得打之类的 好 那这里是双方选手视讯 然后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说 YUSIK这次带的牌是 法木圣跟德 然后BChunk这里带的是 法贼德战 那你觉得罗杰 这场赛事的重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场赛事的重点就在于 YUSIK能不能关注那个吧 BChunk的法师吧 是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YUSIK带的牌 比较算是要针对火法 因为像是无论说 这次他是 这八位选手中唯一带牧师的人 以及说他带的圣骑士 是比较控制型的圣骑士 对 然后还有说他的德鲁基是翠玉德 以及法师特化了像是秘密吞噬者 以及派洛斯这张牌 对 就让其实 他这次其实带牧师还有个好处 就是他可能想来抓一下任务战 但其实这次八位选手之后 Tom有带任务战而已 对 就是其实在这几次的比赛下 我们一开始预测说 在最一开始改版的时候 其实任务算是一套很强势的牌 可是在后来几次META的变动 就是很多人会想要去抓任务战 对 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任务战 太容易被针对 后来导致说任务战在赛场上表现不够漂亮 然后选择 很多人会选择去带打头战 对啊 因为就像你说的 其实任务战他最大问题就是 很容易就是在任务没有结束前 然后就那个被对方的节奏什么的就带走 就很容易被关 而且偷到后期有些牌子他也是打不赢的 是 那罗姐你觉得如果你是B.E.Chun的话 是会把法师放在最后一套吗 嗯 会 因为我会希望尽可能的让我法师能少输一点 对 大虚然很重要 那这里我们来到了第一场 呃我们看到B.E.Chun这里是快攻的 那Useek这里选择上的是翠玉的 那我还蛮意外的是 Useek为什么不选择上牧师 罗姐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像我刚刚 我其实我赛眼看了一下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选择上牧师 因为牧师我觉得打法师 打德鲁一打战士 都有一个很好的优势 然后可能一开始 就可以先造成一个1比0 他选择直接先上德鲁一 他可能觉得 嗯 他觉得如果他的德鲁一 只要不要遇到 對方的那個就算快功德吧 然後這樣他打海盜戰跟法師都有一定的勝率 所以他選擇讀讀看 先上一次德魯伊 是 那BGChunz也選擇T1 選擇下一張營火以及一個雞蛋糕 可能是想下回再多下一個血翻 還有Call再加上玉蓮印記吧 嗯 就是因為像德魯伊這種職業 就是你中菜德嘛 你前面可能的二費就是按天印記 然後三費就是打一個淬雨之花嘛 然後那他等於說他這邊前期就把場面鋪起來的話 其實我覺得中菜德很麻煩很麻煩 是 那這裡就 果不起來就先上了第一張玉蓮印記 然後我們看到BGChunz的禁牌真的是很漂亮 下一回可能就是營火再加一個雞蛋糕 再加一個玉蓮印記 然後再下一回再進一個咆哮 或是揮擊解個場 T5就帶走 再打下一場 Yeah OK 那我們這裡看到 噢 進了一張郊遊 那你會怎麼打呢 我還是會兩個營火加玉印記 那你會動嗎 就是會撞 因為如果我們這裡撞的話 呃 可能有機會會 下一回合變成是一個揮擊的陣型 嗯 你這邊去撞的話 其實也才拿兩隻換而已吧 而且揮擊好像只會被解掉兩隻而已 應該是只會被解掉兩隻吧 是就是可能會解掉一張3-4跟一張3-3 對 那BGChunz選擇是不撞 他想要下一回合直接做一個揮擊在撞是嗎 呃 應該是這樣子 對 那或者是說如果下一回進的是最漂亮是咆哮嘛 咆哮就可以剛好一張變成武功拿直接解掉 不過其實他剛拿兩隻3-3撞的話就相當於多打了6D 這一回合再這樣打的話其實對面好像已經快死了 OK 那這裡剛好進了一張野性之力 喔 那你覺得他會解入虧嗎 如果是我肯定不解 我也不會解 不是這個 這頭不是要打破了嗎 對啊 直接我們直接把他頭打爆好了 他怎麼是這樣子喔 欸 所以他這裡選擇是要解入虧嗎 因為其實 呃 我們 不解入虧 唯一被懲罰的大概就是 最虧的就是自補術吧 然後再接一個憤怒 對 再接一個憤怒 可是這樣的話 你頂多也是會被解掉兩張勝負而已 可是如果你這樣解的話 有機會變成是一個揮擊 然後揮擊完之後 你可能檯面會直接崩盤喔 嗯 沒錯 其實Yushik現在這場應該是沒有辦法 然後我猜他下一場是 絕對還會再上德魯伊 OK 只是那如果我們猜的話 B.Chunk應該也是會選擇上戰士吧 嗯 對 就是讓法師能打的機會比較多 是 只是其實 整場的重點都還沒有到啦 就是 因為Yushik是要選擇是關B.Chunk的法師 嗯 沒錯 對 所以其實有可能會上一個 浪二嘴三之類的 很有可能 而且 而且我們看到Yushik他的法師其實放得很大 他有放偷秘密 然後還有放那個嘛 對 還有放派洛斯 只是很可惜的是 我們觀察Yushik是沒有帶拆武器的 如果B.Chunk的 麥迪文表現得不錯的話 其實還蠻是有 蠻有機會可以贏 Yushik的火法的 嗯 對 就是其實這場對比就蠻在於他們內戰 到底誰有先有場面啦 然後有先偷到秘密 先下麥迪文之類的 是 那我還蠻好奇的是 你知道最近流行一套 叫做沒有火源之界的火法 你有沒有看過 我是不知道火源之界的火法 但我最近有看到那個 就是野獸德魂 種菜德 野獸德魂 種菜德 野獸德魂 種菜德 對 那那套是什麼概念 我不知道 我只要他一費可能會下一個烏鴉 然後二費吃成長 OK 就很奇怪 然後有放火沾屍 有放股東 好 好 那這裡國不其他 那就是Useek這裡先上了還是翠玉的 然後VTron上的是武器戰 嗯 因為他還是希望能從海盜戰跟那個 就是那個快功德這邊拿到 就至少一勝 不要三場都從法師那邊去拿 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看Useek T2 應該只能咬個天生技 手上那個啟動好像沒有目標 他現在蠻需要一張揮擊的吧 揮擊或憤怒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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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會選擇跳哪一張3呢 因為其實他這裡選擇跳的是血凡教徒 你會覺得說 呃 可能你升級的東西不夠好嗎 嗯 我可能還是會上那個 血凡絕類的 可是他可能覺得 對方可能會有憤怒之類的 OK 那他這裡吃了一張狂野怒氣喔 剛好騙到一張狂野怒氣 然後他趕快就下了一張白木狂戰士 不是 不過他其實這樣打 就很有可能遇到對方得爐4費的時候 就被揮擊嘛 是 所以如果是你剛剛會選擇跳3費嗎 還是說你只會穩穩的下2費 我可能會下2費 然後希望他去打一個憤怒嘛 因為他在他3費的時候去做一個服務 代表他沒有辦法吃翠玉之花嘛 這樣他就沒有辦法攀水晶 OK 那這裡的選擇 一個是選擇說 啟動跳 退育巨獸 或者是直接狂野怒氣咬掉 如果是 羅傑的話 你會怎麼去做這個選擇 其實這邊很難耶 因為其實你只要考慮到 如果你跳了636 他如果真的打過來了 你白木之後 你還是如果一樣用狂野怒氣去結的話 那你不如就這盒先用狂野怒氣去結吧 是 如果你只考慮手上補牌的話是這樣 只是你不會怕說 呃 因為像是在這個對戰中 你很希望是 德魯伊可以一直疊護甲 可是他很快的把兩張狂野怒氣直接打掉 那後面會不會 可能血量比較危險 嗯 後面血量是肯定會危險 但是如果你場面解不了 血量再多也沒有 是 對 像現在對於Yushika來說是 他場面完全解不掉 等於說 他就算空有護甲也沒什麼用 OK 那這個地化鈴片 應該要上了吧 哇 這邊剛好進一把奧金服 那我覺得 頭要破掉了 我是覺得 剛剛那個地化鈴片沒有上還蠻可惜 因為 無論說你進的是 譬如說 英勇打擊 或者是 呃 加一個小斧頭 都是一個射程範圍 對 或者是說 反正像是 這裡是一個最好解的 剛好六血一個 嗯 對 就最直觀你覺得對方一定會拔一把奧金服 然後配場上的那個鐵鉤就把你換掉 是 是 不過Yoshi可惜也蠻可惜 他現在很需要有憤怒啊 或是嘲諷之類的東西 幫他拖一下 不然他大概在T7左右 還是會撐不住 喔 這裡剛好進一張升級 這邊應該一樣是 繼續 保場裡面的怪 然後用武器去結 是 因為德魯魚結場真的很弱 OK 那這裡的話 可不可以再進一張嘲諷呢 好 那這邊應該就是帶走了 而且手上的傷害其實剛好也有九弟 就算你把場上都解完 你還是需要跌盾 是 那我們恭喜這裡Yoshi可 欸 比一強這裡拿下了第二盤 現在就到我們關鍵我們說的嘛 就是要不要三關法師 是 那如果是你是Yoshi可的話 你會先選擇上 比較難 譬如說可能 火法內戰吧 火法內戰可能是比較難 打的 或者是說你會先選擇上一個 翠玉德 穩穩拿下這一盤 我覺得先上個德魯魚 穩定軍心一下 OK 先追回一個2比1 然後再上個牧師 最後一個2比2 最後再打哪個法師打 所以你會覺得說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希望是 一分一分的拿下來 而不是想說 啊我要早點回家之類的 嗯 那我們現在中間應該是要休息一下是不是 對啊 沒有他說 是 是 對 那個那我們這裡先休息一下 然後等一下回來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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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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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是賽評至久 像剛剛的比賽應該就是來到2比0 對 2比0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看到的是 B.Chunk剩下最後一套法師 然後Yuzik還有三套 像是德魯伊 牧師 以及他的活法 那羅傑你會覺得說 如果你是Yuzik的話 會先選擇先上德魯伊吧 對 我就覺得先上德魯伊之後 就是你至少可以先拿下一分 然後再想一下要先上牧師 或是之後的法師的內戰 是 那我還蠻好奇的是說 B.Chunk他帶牌 你最近有沒有看到一套打頭戰 是有帶元素的 對 就是最近有一套打頭戰 就是他們一費好像會放螢火之類的東西 是 那我們先回到這次的比賽 雙方選擇都上了法師喔 然後Yuzik這裡比較特別是 起手留了秘密吞食者 那羅傑你對於這個流牌有什麼想法嗎 像我覺得就是他其實這邊上法師 我覺得也是可以理解 因為就是他覺得如果法師內戰贏的話 之後兩場可以打得比較輕鬆 是 那只是我還蠻好奇的是 如果是你你會選擇起手留秘密吞食者嗎 會 因為我覺得這個秘密吞食者 在內戰的環節來說很重要 不好意思 就是因為像你如果假設你前面站得到場 其實秘密吞食者相當就等於跟紅龍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可能不用等到紅龍下來噴 然後你就可以用秘密吞食者 直接把對方帶走 那如果是你譬如說假如 對方的火法三費就掛一張秘密 那你是非會選擇直接用秘密吞食者吞掉 還是說你會希望是在斬殺的時候 再去吞掉這個秘密呢 我覺得就要考慮幾個情況 就是可能要考慮你場面上是不是有場優 然後如果你場面上是有場優的 如果你可以再用秘密吞食者去增加你的場優 那是可以下的 但是如果你是沒有場優 那你其實去下秘密吞食者 對方之後還是會有空間去把秘密蓋回來 那我覺得就沒必要 可能就等到後面再斬殺的時候 再去做秘密吞食者會比較好 OK 那我們看到BeeChamp這裡還蠻難的 因為像是這裡選擇有蠻多的選擇 像是做秘法自立或者說天生技 或者說原始雕文以及寒冰屏障 那如果是羅傑你會怎麼做這個選擇 如果是我的話我可能會選擇抽牌 因為其實你抽牌能抽到的東西還蠻多的 比如說你抽到可以抽到兩張賣敵人的侍從 然後跟兩張寒冰劍 這樣你下回合都可以去做寒冰劍跟雕文 或是虛幣 蓋秘密 然後侍從 或者是你還可以再抽一張寫法師 對吧 OK 可是我在想的是BeeChamp這裡選擇 選擇先去點一個天生技 因為下回合可能想要硬幣加火山藥水 做一個全解場 因為畢竟他的頭好像已經快爆開了 嗯 就像我說的嘛 像其實雕琦現在就完全不用擔心 BeeChamp的場又是什麼 他只要傷害禁足夠 然後密尊的吞下去就遊戲結束了 是 那所以我們看到Useek 其實就是盡可能再去搶傷害 那BeeChamp應該心裡也知道說 對方手上會有一張秘密吞食者 嗯 那所以BeeChamp這裡應該比較希望是先 找紅龍吧 嗯 他可以找紅龍或是 我記得BeeChamp他是有放 黑魔會信拆的 是 你信拆可能也可以找個補血啊之類的 然後把他血量拉起來 那就還可以再打 OK 那Useek這裡還蠻尷尬的就是 他好像已經空過了兩回合了 嗯 但是他 他下回合火源傳送門這樣打下去 對方升7敵其實已經來到他的斬殺線了 是 那這裡可能就盡速的繼續抽牌吧 嗯 對Useek最好他希望他待會火源傳送門 然後打下去叫一個炸雞出來 把對方打到分一邊 喔 那麼夢想 對啊 這樣最好 是 那這裡就先送了一發火源之界傳送門 喔 剛好叫出了一張 五費的嘲諷 像BeeChamp他這邊現在 他就是在找黑魔會找紅龍之類的東西 是 或是他可以拿雕紋然後 拿法反之類的 因為也是可以脫節奏的東西 那這裡 應該先龍曼吧 嗯 我覺得可以先龍曼 然後雕紋 然後再火球 是 先看雕紋找什麼吧 對 就先看雕紋 譬如說可以再找一張 譬如說 法反或者是 冰甲也可以吧 如果是冰甲的話 你會不會選擇說乾脆不要動 就是讓他來撞 嗯 如果你考慮到對方秘吞食者的話 他吞完 剛好一個火球的話 你可能還是 不要去找冰甲會比較好 是 那這裡的話 那這裡的話 你是YUSIK會先選擇先發第二發火雲之劍嗎 嗯 這裡剛好叫一張腐化治療機器人喔 大概是YUSIK最不想看到一張牌 其實他這邊直接打火雲傳送門其實是蠻合理的 因為他下一回合他可以直接密法治療 然後他有兩張寒冰箭跟一張麥迪文四重 可以直接就結束比賽 但剛好掉了一張大補冠 是 對 因為其實 在這些對局 在火法在搶血的過程中 很多人會選擇說 像是有火球 或者是火雲之劍傳送門的選項的時候 我們正常是先選擇先丟火球的 因為避免說 我們釣出這張補血 然後讓我們斬殺又理更遠 嗯 而且 火雲傳送門的好處就是 可以留到那個 配麥迪文 然後可以多一次七配的怪 整個場面就很強 是 像現在這場就很難說 OK 喔 這裡剛好進了一張眼爆 然後 U6可以選擇先抽牌喔 那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選擇先吃一個 沒有 這邊我覺得你一定要火球直接打頭 你火球直接打頭 所以你要拼下一張進一張 譬如說 寒冰箭 寒冰箭也可以 寒冰箭也可以 或是麥迪文的四重 你這邊火球天氣點一下喔 這樣你下回有三張的奧子 應該我們可以再等兩張吧 因為我手上還有一張冰箱嘛 對 而且還有雕紋 對不對 是 但是他在想的是 如果他這邊火球砸下去 對方 噴紅龍怎麼辦 但是其實你要想喔 對方噴紅龍他也是破不了你的冰箱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太擔心 對不對 OK 然後說下回可能再砸一顆眼爆 對 是 啊 衝動了 啊 不好意思 他直接一個衝動直接下了一張秘密吞死者 因為想說我要拼下一回合的眼爆 可是沒有想到B.Chunk這裡手上還有一張冰箱 因為其實你直接做秘密吞死者 其實應該我覺得可能最差 因為對方只要紅龍你也贏不了 對方掛冰箱你也贏不了 是 但是如果你只有火球砸頭的話 就是對方紅龍你可能真的很難贏 但是 你還不會輸 OK 因為對方還破不了冰箱嘛 好 那這裡剛好可以破冰箱 嗯 那這裡唯一能進的就是 三 喔 好 那這裡可能就先火球砸了吧 喔 眼爆直接砸了 然後之後想說對方那張是冰箱 嗯 他只能 他是在想說對方有沒有可能就是 沒有那麼容易有兩張冰箱 是 因為前面沒有 畢竟沒有丟過那個嘛 拿秘密的位置 是 是 那如果剛剛那一首你會不會考慮說 我再去等一張 會 我會等 我真的 我真的不會秘密吞子 你應該也不會吞吧 我應該不是不會吞啊 對 只是我是說的是剛剛 譬如說最後一首他選擇丟的是眼爆 那你會不會選擇說 我繼續再蓋第二張冰箱 然後再繼續等 因為他手上又有一張冰箱 只是可能又要被再開一次 應該也只能丟眼爆了吧 嗯 他只能丟眼爆 因為他蓋冰箱他是 絕對不可以贏的 是 他下盒不可能怎樣 都沒有辦法去伸出9D吧 是 伸不出來 OK 那我們這裡恭喜BChamp 成功的拿下3比0的獲勝喔 跟我們一海預期的不太一樣 我原本想說 他們是對戰可能會打到3比2之類的 是 就是還蠻可惜的 就像是羅傑所說的 其實一開始可以考慮先上 可以選擇上牧師 因為牧師在對於最抗BChamp這三套牌 其實都不是太難打 對 可能可以先取得一勝 然後我們再慢慢的拿德魯伊以及法師 去拿下接下來的兩勝 那我們這裡先讓現場的主持人訪問一下兩位選手 好 我們再次恭喜BChamp後的這場比賽勝利 好 那我們請BChamp來台前接受一下我的訪問 大家給點掌聲 好 由於因為昨天已經有先進行了第一輪賽事了嘛 那其實所有的排球都已經出來了 那在比賽開始前 你覺得你自己的帶牌 對上你的好朋友Yuzik 你覺得勝算是高不高 勝算應該是不太高 因為其實他 他的帶法是來抓法師的 但是我覺得他今天就手排間有點卡 就是從一開始嘛 對 他德魯伊兩場手排都很差 沒錯 然後你剛好進牌其實也算是蠻順暢的 嗯 那接下來你的對手呢 就是在之前的比賽上是沒有出現的就是Koper 那你有什麼話想要對他說的呢 其實我們有預過啦 就是天梯上的 天梯上是有交手過的是不是 對對對 所以是應該算是認識了 所以就加油吧 OK 好 那這一次也是 因為你上次 上次其實有打到第二輪 但這一次呢 這次又擊敗了你的好朋友嘛 那這一次你應該有做更多創作的準備 你主要的目標一定是衝擊冠軍嘛 那你覺得你這一路上 你覺得最強大的對手 你覺得是哪一位 最強大的對手就是Yuzik 對 就是Yuzik 對 所以你把我們的大哥放在哪裡 當然要支持一下自己人 是的 對 好 那謝謝你獲得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你希望下一輪可以更加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這場比賽已經結束囉 那下一場呢也是非常精彩喔 是由Tommy要對上香菇先知 那我們先稍微休息一下 精彩比賽不要走開 我們馬上回來